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绘画史的河流上蔓延开去 他的命名源自法国绘画巨匠克劳德·莫奈 于1874年首届印象派沙龙展上对自己画作日出印象的阐述 我画的不是一处风景 而是一种印象 走进巴黎菊园美术馆 莫奈的睡帘室是印象派迷们的朝圣之地 巨幅的睡帘静景化 铺满美术馆环形空间的白色墙面 画面流动着蓝紫的色调 深沉而神秘 将观众环绕 恍若间 画中的睡帘 池水和池中的倒影 一起化作一个时空的入口 带你走进克劳德·莫奈的世界 莫奈的睡帘系列 诞生于一座法国的小村庄及维尼 在一次火车旅程中 莫奈经过那里 被小镇多样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所吸引 于是莫奈留了下来 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生命随后的四十余年 这位酷爱在自然中观察创作的艺术家 在吉维尼获取了充沛的题材 山丘上 村镇里 田间以及河岸上 时常能看见这位长须的艺术家的身影 是吉维尼天气和地理的多样性 给了莫奈变幻的光影 和有旋律的空气 莫奈用那明快的色彩 和饱满的笔触 将小镇吉维尼留在了那道 点亮艺术史的光里 而在莫奈年近五十岁的时候 她似乎厌倦了这种漫游式的取材方式 转而沉浸在对固定景物的反复描绘中 莫奈常读自泛舟水上 河岸上的一列洋树 枝叶凌凌 随阳光和风的旋律变换颜色 敦时的草舟静止在田野里 它们朴素的色调与阳光和雪的光影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令莫奈沉浸其中 草舟后来也成为了莫奈首个 以系列形式展出的作品 随着绘画事业的逐渐成功 莫奈买下了在吉维尼的住所 最心于原意的她 随后为自己打造了那座 无可比拟的莫奈花园 据说有朋友曾问她 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件 莫奈推开窗 指向了她的花园 这位跳脱于传统绘画方式的艺术家 如一场华丽的交响乐的指挥 为花园种上了郁金香 玫瑰 鸢尾 罗腾等各种花种 它们在不同时节交替开放 赞美旺盛的生命 透过满园的浓烈色彩 莫奈得到了一个失忆的视角 花园小镜的尽头 她的家就在那片繁华深处 后来 莫奈又买下了住所南端的一小快递 开取引入塞纳河之流的水 修建了睡莲池和日本桥 晚年 这位老人几乎不再离开她的住所 全然沉浸在园艺和反复描绘花园里 莫奈一生经历了多场与亲人的生理死别 其中包括她的两任妻子和长子 而莫奈带有人物的画作 大部分都是由第一任妻子卡米耶担任的模特 晚年 莫奈受白内障的影响 视力逐渐下降 如同卡米耶的离世 有一部分光和色彩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这位性格原本就固执的老人 情绪变得更加阴晴不定 莫奈晚期的作品 线条欲显强烈和急促 如有命运的疾风和乌云掠过 若有人做着连续同样的梦 他就拥有更多一个维度的生命 这位反复画着心灵深处同一个风景的艺术家 榴莲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彩色的梦里 睡帘尺上 波光炼焰 花似固人 在水影间交融闪动 不分辨哪个是生命的实景 哪个是榴莲在画中的幻影 莫奈评价自己的画师说 我仅有的工具便是直接从自然中取材作画 并努力重现脑海里那些短暂意识 又变化不定的印象 唐代白居易也曾在诗里追忆过一段异岁 朦胧的印象 似花 似雾 似春梦 似清晨日出的那一笔朝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